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生活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这是一百多年前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对生活的描述,人生很苦嘛很苦,命运无情嘛无情,在无数个濒临崩溃的夜晚,每个人都难免会有想要放弃的念头。 既然这般艰难,人为什么还要活着? 北大的心理学教授徐凯文老师做了一个对北大大一的学生和研一的学生的心理调查。 得出来的数字触目惊心30.4%的学生觉得学习是毫无意义的。 很厌学,40.4%的人认为活着没有意义,活着无意义感,无法感知快乐,无法创造幸福。 创造快乐简单来说就是得了一种叫做空心病,心里面有个大空洞,不知道自己一天干嘛。 很没有意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与评论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喜欢。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人说为了钱,为了名,也有人说为了利。 为了房,为了车,其实都不是,在小说活着里有一句话,我想就是最好的答案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过程都要走完,生而为人,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人活着一辈子就是一个过程,一个体验爱与恨,喜与悲。 苦与乐,生与死的过程,在经历了所有的苦难之后,依旧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等到暮年生命尽头,回首人世,这一程无悔来过才是最大的圆满。 和唯一,生,因为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脚步匆匆,被现实和金钱捆绑,被执念和不甘束缚。 生活好像总是一成不变,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少了点期待,多了点平淡,有时候不禁思考活着到底是图个什么,坚忍的人为了责任而活着,乐观的人为了快乐而活着,有理想的人为了信念而活着,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目标,为了金钱。 为了地位,为了名声,或者是为了家庭,为了亲人,为了孩子,世界那么大,每个人都像一只忙忙碌碌不起眼的蚂蚁,很多东西稍纵即逝,不堪一击,然而一个人百年之后终归尘土,在这短暂的生命里,我们奋斗一生带步走一草一木。 我们执着一生,带步走一分虚荣爱慕,既如此,又何必苦守着,这万千执念百扰了自己的余生,有个小故事,一小和尚替师父养兰花,师父十分钟爱这株兰花,叮嘱小和尚要按时浇水,不能曝晒,小和尚不敢怠慢,每天勤勤恳恳地照顾他。 但是,有一天刮起大风,兰花被风吹舌,小和尚到师父那里去领责罚,老和尚听了后,却异常淡然拥有时已经尽力,失去时又何苦挂爱,看了后深有感触人生如同梦一场,本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酒色财气皆是净花水月,功名利禄终成过眼云烟。 当我们的青春渐行渐远中所言,我们匆忙赶路,却逃不掉孤独疲惫,我们豪情万丈,却藏不住遍体鳞伤,你以为青春的旅途是殊途同归,谁知道他名叫后会无期时光轻,前岁月如缩,别给自己留遗憾,才对得起这一生的岁月芳华,看淡得失。 笑谈一切,方不复人生,须于即便没有岁月可回头,只要在生命的触手可及之处,活得灿烂不留遗憾,就是对自己这一生最好的交代。 什么是成功?有人是商界大佬,有人是后路高官,有人是文学翘楚,有人是艺术鬼,才也有些人小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虽无巨富,但生活无忧,有些人虽在平凡岗位,但日子安稳幸福,有些人没有明满天下,但内心充实,灵魂风雨,有些人没有登风造极,但一枪赤成热爱创造,一个人到底多成功,才算成功,是非要在亿万人里拔尖才算成功,是自我期望的实现。 并不是和外在的比较只要达成心中所愿,不管成就大小,都是成功,什么是幸福? 经济学中有个公式幸福等于效用欲望,效用是指人对事物产生的满足感,是绝对主观性的一个概念,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产生的感觉各不相同,跟事物本身的价钱多少。 价值大小没有关系,一个人欲望越低,越容易感到满足,幸福感就越高,幸不幸福的标尺在每个人自己的内心,跟金钱多少无关,跟成就大小无关,跟别人更是无关,懂得知足,常怀感恩,胸怀广阔,包容万物,这就是幸福,何为人生? 世人慌慌张张,不过是涂碎银脊梁,偏偏这碎银脊梁,能解世间惆怅,可让父母安康,可护幼子成长,但偏这碎银脊梁,断了时,梦想让少年染上沧桑,压弯了脊梁并满白,双让世人愁断肠,一段话,道尽了世间的常态,人生的无奈。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本身就是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包裹着,比如财富,名声,地位,美貌,似乎只有获得这些,自己的人生才算开始,却不想人生有耻,过则为灾,欲望太重,终会祸心。 曾听过一个固齿,据传印度人为捕捉猴子,特意制作了一种木龙。 龙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却不舍得放下食物,所以他们轻而易举就被抓住了。 人也是一样,人生若被自己的欲望拿捏,只能失去自由,任人摆布,许多时候,放下才是对生命的后养。 正如孔子所云,富与贵世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除也,品与见世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去也,凡是看开一点,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和欲望,就会明白原来生活可以很轻松,一单肆意调隐,虽在漏象,不改其乐,人生其实许多不曾在意的美好。 学会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往后余生避讳柳暗花明。 何为活着?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前段时间上映的美国电影《心灵奇旅》讲述的核心是什么? 底下有一个点赞上万的回答活着的意义。 这部片子最打动人的就在于它用无比温暖的故事告诉每个人只要活在这珍贵的人世间。 就是生活的意义,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小鱼问大鱼我在努力寻找它们所,飞的海洋。 大鱼很疑惑,海洋吗?那就是你现在所在之处呀。 小鱼说,这里,这里是水,我想要的是海洋,就像这条小鱼一样。 我们总以为在现实生活背后一定还有个更伟大的意义。 这个伟大的意义才是我们毕生追求的梦想,但其实人生哪有那么多高深莫测的意义和究竟呢? 如果说有,那无非就像电影里表达的那样,我们一直在寻找海洋,却忘了我们一直生活在海洋里, 活着的价值就在于普通而又平静的生活本身。 一花一叶,一草一木,夏天的清风,冬日的暖阳,春天的鲜花,秋天的落叶, 这一切的一切微不足道,却能给你生活的能量,经历了严寒,才知道春天的温暖, 经历了失去,才懂得珍惜的可贵,经历了痛苦财, 才知道幸福的难得。 人生需要经历才能绽放,命运不是注定的,而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没有哪一条路是捷径,该经历的一样都少不了, 人活一辈子,在这人世间品尝美味,也享受折磨和遗憾, 离别会忧愁,衰老会恐惧,这一切都需要自己去经历。 让你感到生活真实,触手可及,又会随时失去, 有句话说明白所有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看到和懂得与经历完全不同, 就像人们安慰其他人,总是头头是道, 而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却接受不了, 走过了一些路,才知道辛苦。 经过了一些事,才知道艰难, 越过了一些人,才知道幸福, 只有自己经历了,才能感同身受, 走在不长不短的旅途中, 作为凡尘俗势力的一员, 最重要的是让自己, 你活得它是无憾, 该甜蜜的时候就甜蜜, 该痛哭的时候就痛哭, 或甜或苦都不要辜负。 活好当下, 这才是人生, 周国平就曾言人世间的 一切不平凡最后都要回归平凡, 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其价值, 伟大,精彩,成功都不算什么, 只有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 人生才是圆满, 纵有疾风起, 人生不延弃, 这便是我听过关于活着的最好的答案。 人生的精彩之处就是不断经历, 为经历过的事去体会人情冷暖, 去体验聚散离合, 在各种环境中历练成长, 最终遇见更好的自己, 人生昭露, 浮生如迹, 人这一生不为什么, 只求肆意而活, 无悔来过, 不留遗憾, 心平气和地去感受时光清浅。 获达从容地去体验岁月静, 好就足矣, 看得开, 放得下, 睡得安稳, 过得自在, 便不需此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